大家好,我是涛姐 今天我们做一款红糖香酥被子 它的味道更似香甜酥脆 这款饼是我学面点时师傅教我最好吃的一款饼 现在我把技术毫无保留的方向给大家 下面我们一起开始吧 盆中已倒入500克普通面粉 放入5克酵母 15克食用油 打入2克鸡蛋 先把食材搅拌一下 方次倒入170毫升温水和面 憋到憋搅拌 搅成大面絮 下手揉成面团 盖上保鲜膜,发酵至两倍大 先让面发酵的,我们来做油酥 盆中倒入100克面粉 50克玉米粉 放入5克盐,能增加油酥的香度 把烧热的120克植物油浇到面粉上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用手能抓成团就可以 盖上保鲜膜,防止吹干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制作糖馅 碗中倒入100克蒸熟的面粉 用擀面杖 用擀面杖搅碎 再倒入80克红糖 根据自己喜欢的铁度可以增结 如果拌起来感觉馅料有点干 再加入少许水 搅拌均匀 我们的糖馅就做好了 放一旁备用 面已发酵好 阿板上撒少许面粉 再撒两克小苏打 综合面的酸馅 取出发酵好的面团 看一下里面全是蜂窝状 然后揉面排气 把面揉光滑 搓成长条 切成中等的剂子 一个剂子大约100克左右 把切下的剂子都揉约盖上 防止吹干 接着把油酥也搓长 切成均等的剂子 然后团圆 放一旁备用 取一个面剂 用手捏出窝窝形状 包上油酥 把口捏紧 第二次把包上油酥的面剂 同样捏出窝窝形状 再包上红糖馅 像包包子一样 把口收紧 案板上撒少许干面粉 把包好的面剂放到案板上 上面也撒少许面粉 先把一面擀长 然后对折 再重复动作一次 最后擀开 擀得薄厚要均勇 整理一下 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放到烤盘上 盖上保鲜膜 二次发酵半小时 二次发酵移好 看得扁胖嘟嘟的就可以了 上面刷一层油 把烤盘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层 上下火调到180度烤十分钟 烤箱根据自己家的温度来调整 时间到 我们的红糖香酥被子就烤熟了 接着我们给上面再刷一层油 烤好的红糖香酥被子 外皮金黄酥脆 掰开里面层次非常丰富 看着就流口水 咬上一口酥得着掉杂 想吃的朋友快收藏起来 有时间试试 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加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吧